赫尔木特科尔的德国 赫尔木特科尔政府于1982年上台时 根本无法想象到 德意志民族共和国已经陷入到了何等难以为继的困境之尊 也无法设想东西德关系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 在他们看来昂纳克似乎牢牢驾驭着东德的局面 世界上存在两个德国 联邦德国无论怎样坚持 这两个德国构成了一个民族都无法掩盖上述事实 赫尔木特科尔1982年发表施政纲领时 下述讲话也能反映出他承认这一事实 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是破裂了 但德意志民族依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要结束这种分裂需要若干个历史时期 埃里克·昂纳克对波恩进行国事访问时 读解一下 昂纳克是1987年9月访问西德 科尔总理在欢迎晚宴结束后的讲话 也大体遵循同样的思路 德国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但就现在而言 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世界历史一层之中 对此 昂纳克表示赞同 华约与北约集团 在中程导弹方面的军备竞散 引起了东西德两国公民的普遍警惕 这令两国之间取得和平谅解的必要性大大增强 大大增加了赫尔默特·施特·施密特总理 1981年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时 便发出了这一信息 而赫尔默特·科尔政府继承了他的政策 1983年 巴法利亚州州长弗兰斯·约瑟夫·施特劳斯 对东德进行正式访问 受到昂纳克的欢迎 虽然施特劳斯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向被作为超级反动人物予以抨击 施特劳斯访问期间 与一位名誉极为不佳的东德官员 举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他便是在经济部和秘密警察机构都担任职务的 亚历山大·沙洛克·格尔多夫斯基 此人通过暗地里操纵货币交易和经济出口交易 使自己发了财 也为自己在党内最高层的保护人赚取了一大笔金钱 通过施特劳斯的活动 德意志民族共和国获得了一笔20亿马克的信用贷款 当然这笔钱最终必然有相当一部分 落入了柏林墙两边的某些私人的手中 为得到这笔急需的资金援助 德意志民族共和国做出了一些让步 但他向边境上的卫兵发出的命令仍然有效 那就是向任何企图逃离东德的人开枪射击 对本国公民出国旅行的严格限制也没有解除 因此西德方面付出了如此之据 却没有得到对方什么像样的回报 很快便令施特劳斯遭到了抨击 甚至包括他所在的党 也就是基督教社会联盟 但是核军队问题又为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 蒙上了一层阴影 统一社会党政权一方面对西方的和平运动 慷慨的提供经费资助 另一方面却听任秘密警察机构 对付抗议苏联导弹发射活动的本国公民 此外东德一些生态学家们抱怨联邦德国 把危险的废料倾泻在德意志民族共和国 并对核电站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 却被指责为敌视政府 至于教会 由于他们往往对反和人士持同情态度 这时也遭到了严密监视 去教会做礼拜的人也频频遭到了逮捕 更有甚者 德意志民族共和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提供庇庇庇庇庇庇和训练 其中一些组织在西德频频的开展活动 科尔总理愤怒于此行 于1987年把德意志民族共和国 斥责为一个用监狱和集中营 维系在一起的极权主义国度 这种说法当然也可以说 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 但对改善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 怕是与世无补吧 无论是联邦德国还是其西方盟友 都没有能及时的认识到 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时 德意志民族共和国 已是日薄西三 时日无多了 这时东德领导人年事已高 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已名存实亡 而无论在统一社会党党内 还是党外 反对派的实力和自信心 都不断到增强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政府的财政赤字 高达3000亿马克之巨 根本无望摆脱日益沉重的债务重担 所以可以说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走向破产 1983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大选 政府为迫使总统解散联邦意愿 采取了一个罕见的举措 即动议对自己进行不信任案投票 表决结果出来了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 获得了巨大胜利 得到了48.8%的选票 而社会民主党因为选民不相信 他能克服当下的经济问题 只获得了38.2%的选票 在这次选举中 绿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部分党员得以进入联邦议员 不过绿党虽然得以成功地把一些重要的生态问题列入了政治一层 但同时却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分化 组织上趋于松散化 现实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辩论 成了党的生活的大部分内容 弗兰茨约瑟夫·史特劳斯 得到了巴伐利亚州60%选民的支持 继续在摩尼黑担任州长一职 他组建的州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 便是联邦的一个影子政府 班子成员比起波恩的那些毫无生气的技术官僚 似乎更加充满活力和干劲 但他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那次出人意外的访问 以及他毫不避讳地鼓吹大规模的均整均备 令自己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 既迷惑不解又大为不满 史特劳斯大叫大吵了不少话 也大把大把地花了不少钱 但除了给竞争对手赫尔木特·科尔添麻烦之外 正面的作用倒真的没起多少 他那些言辞倒挺能激起某些人仇外反动偏执情绪 而且也确实得到了这些人的强烈欢迎 在整个八十年代 联邦德国的声誉和重要性得到了稳定的提高 卡林顿爵士于1987年退休后 北约曾臣的邀约一位德国人出任秘书长 赫尔木特·科尔成功地使自己的国防部长 曼弗雷德·弗纳担任了这一职务 西德与其主要盟国、美国和法国的关系 在科尔和副总理兼外长根涉任内 均得到了加强 1985年 美国总统里根对西德的访问 受到了报业的大量报道 此番出访中的一个败笔是 里根前往比特堡的一处军人墓地 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表示悼念 但那里埋葬着相当多的党卫党人、党卫队人员 里根总统的此次比特堡之行 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西德人、对纳粹统治历史所做清算程度的争议 报刊杂志对不肯改毁的纳粹分子的具体数量做了大量的报道 由于个别思维方式怪异的考据家们 试图把卢道夫、赫斯刻画成一位殉道者 赫斯生前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后来于1987年自杀 令新闻界做了连篇累读的报道 读者也激起了相当大的兴趣 1983年 一本伪造的非常蹩脚的《希特勒日记》出版发行 从这件事情上 人们分明可以发现 元首的绅士 就是引号元首 也就是希特勒的绅士 似乎令如此之多的人们怀有浓厚的兴趣 而且这还不仅限于德国人 形形色色纳粹主义小团体 总军事化组织 光头党 可能会让人觉得体现了社会稳定存在问题 但他们并不是只存在于联邦德国 而且对民族制度还不构成严重的威胁 但这些派别的犯罪分子 实时的血腥暴力行为 人激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怒 可笑的是一些高自大的左翼知识分子 认为公众的这些情绪只是装装样子 做做表面文章 但不管怎样 这些事件的发生已经足以迫使联盟党改变现状 转而主动打击右翼恐怖主义了 社会秩序面临的更加严峻的威胁来自共和党人 共和党是一个内部组织颇为严密的右翼政党 类似于勒庞在法国组织的国民阵线 不过影响面要小得多 共和党成员一方面小心的免于触犯 有关禁止新纳粹组织和种族主义活动的法律 另一方面却又成功的挑起了民众对外国人的反感情绪 尤其是土耳其人在他们的鼓动下 成千上万的寻求政治避难者和难民也遭到了冷遇 这些人多半都来自东欧 大多数人所持的理由是编造的 旨在获得地方政府和联邦的慷慨支持 随着失业率变得异常之高 尤其是在1989年后的德国东部地区 兼因住房紧张日益尖锐化 感到原有主要政党对此 无所作为的人们纷纷被共和党所吸引 在这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地区尤为明显 共和党人随在若干个州 以及柏林的议会中夺取了部分席位 不过在不远的将来 似乎还无法在联邦议院占据一席之地 由于从外国前来寻求庇护的人流被掐断 共和党也就失去了宣扬自己主要观点的条件 而且该党还陷入了严重的分裂 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尊重 而且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层 共和党很难对德国政治生活产生有力的影响 但它的存在已足以推动 原有主要政党因担心失去民众支持 而不得不进一步诱寻 在德意志民族共和国 种族主义 筹外心理和右翼激进思潮 在所谓现实存在中的社会主义中 日益蔓延开来 但由于当局口头上还在宣扬 反帝国际主义 反法西斯主义的空洞口号 所以这些思潮还只能处于地下状态 对比之下 联邦德国为教育自己的青年一代 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罪恶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并鼓励人们对近代史进行活跃的辩论 而在民主德国 统一社会党政权 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清算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 德国共产党和苏联 当初扮演的角色很不光彩 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统一社会党把自己说成 是德国共产党反法西斯战士的继承人 始终宣称一切旧纳粹分子 如今都生活在联邦德国 后则在新的 却又是邪恶的伪装之下 正在继续贯彻法西斯主义的一切 按照马列的理论 德国法西斯分子是德国资本家的马前卒 而这些资本家在东德已被细数消灭 而在西德却仍在不断的壮大 在联邦德国 人们对民主制度的责难 一大原因在于官员们利用公职质变 谋求个人利益 使政党及其官员损公肥司 例如政党会隐瞒不报 外界捐献给他们的资金 在申报税收时存在欺诈行为 1984年 弗利克公司被揭发出 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前任主席 1983年当选为联邦议院议长的 赖纳巴泽尔提供资金 弗利克是一家大型国际康采恩 在魏马共和国时期就曾做过类似的不法购党 1985年 经济部长兰布斯多夫伯爵 以欺骗手段转移自由民主党有关款项 以逃避税务机关监督一事遭到了媒体的曝光 即便在被宣判罪名成立之后 兰布斯多夫仍然作为该党领导人留在政治舞台 甚至还就政治道德问题做了不止一次的言不由衷的讲演 除了高层政治领域有关政党资产和腐败事件不断被揭发出来之外 人们还逐步发现 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州 以及政治家都在用数量之大令人折舌的工资 补贴、额、好处和税收减免 把自己的腰包称得鼓鼓的 而且他们的退休金也远远超过私营部门工作的人士 关于政治家们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详实证据 绝大多数是被著名的宪法学教授 汉斯·何伯特·冯阿尼姆发掘出来的 在1987年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 基督教民主联盟丢失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就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 与弗兰兹约瑟夫·施特劳斯 对科尔总理的政策过于左倾的攻击有关 施特劳斯对根舍的外交政策也是批评态度 在他看来 根舍只不过是继续推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时期的东方政策罢了 依旧是在讨好别人 在这次大选中 施特劳斯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支持者们仍然支持该党 但自由民主党也赢得了很可观的选票 因而能够令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再次获胜 北莱因·维斯特法伦州州长 约翰·内斯·劳所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这次选举中成为输家 原因在于选民们对该党驾驭肆虐权德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能力 丝毫不报信心 由于合作连锁商店 普遍管理不散 欺诈陈锋 建筑和住房业问题成堆 而这一切都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掌管有关 基督教民主同盟 民主联盟 基督教社会联盟 以及自由民主党便利用这些问题为口实 向选民表明社会民主党根本不适合治理这个国家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联邦德国 能够基本认同东方政策的人仍然只限于部分热心人士 因此谈论德国统一问题只能算作言之无误的东西 人们觉得出于西德的安全考虑 完全可以把东德人对自由的渴望忽略不计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 曾为东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的社会民主党人 爱公巴尔公开表示 苏联人完全有权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 以使波兰继续留在华约集团